美国航天局5号宣布 科学家们利用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在距地球约600光年 约6000万亿公里的一个恒星系统中 新发现了一颗宜居行星 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小 而且最适于表面存在液态水的行星 这也是首次在与太阳系 类似的恒星系统中发现宜居行星 这颗行星代号为开普勒22b 半径约为地球半径的2.4倍 绕恒星运行的周期约为290个地球日 位于恒星系统宜居带的正中 主要成分尚不清楚 之前已经发现有500多颗类似的行星 但是这颗是最小 也是距离最适宜的 美国航天局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于三年前发射 目的就是寻找太空中宜居行星的存在 望远镜所取得的数据 将被用于推算银河系中 类似地球行星存在的概率